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顺着我们之前制定的教程 就开始继续往下讲了 今天我们讲的是基础篇的第一课 虚拟计安装Ubuntu开发环境 然后写我们第一个Python的程序 这个系统我已经下好了 然后包括这个Webux 我的Win7系统一般也不用做编程 所以说这个也是和大家一起 就是重新开始 我们现在呢就是打开这个Webux 像Webux的话它就是一个虚拟的环境 它可以虚拟很多个系统 包括Mac还有什么 像Ubuntu Freebeast的都可以 我们先把它装一下 它就是这些都是缺省就OK了 然后也是缺省 然后它说Network Interface 我看一看 Yes 继续 像是这种Webux呢 就是说你们就是可以直接找国内的一些网站下 就不需要去国外 好像国外的有点卡 然后 基本上是什么版本都可以的 像我64位的 就是 只要是装上下位的也没有问题 这些 也不一定要去求最新的版本 只要拿到就可以了 它就是一些硬件的检测 它要模拟我们整个的一个系统 好多人呢就是在Ubuntu下面 也用这个Webux 这个Webux装这个微软的装XP 然后说感觉输入很快 说怎么比这个现实中母 就是我们直接进入这个XP系统还要快 其实呢它是因为这个Webux它已经帮你处理好了一些初期的工作 所以说看起来是比较快的 但是真正运行一些东西还是比不上这些原生的原生的操作系统 好 我们现在装好了 然后先打开它 因为我是我这个是双系统 双显卡 所以总是要问一下你这个东西到底是用高性的 还是用还是用这个节约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这种双显卡 因为这个双显卡实在是太坑爹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找一个 类型就选择Linux Ubuntu是Linux系统 第一个就是Ubuntu 我们点个下一步 这个内存呢 其实256之后就可以了 就是说内存小的同学也可以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创造个虚拟硬盘 因为那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存储嘛 比如说你这个系统啊 要装在哪里 都是装在这个虚拟硬盘里啊 它它现在就是等于说是在你的windows下面呢 比如说第一盘或者一盘就放一个文件啊 那个文件就是你的这个虚拟的硬盘 这个的话我一般就用VDI啊 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它这里面有个动态分配和固定大小 其实很简单 动态分配的话就说 你里面有多少东西它就多大啊 固定大小呢 就是说先给你把这个文件给生成起来 这样的话以后跑起来也会比较快一点啊 然后我们就动态分配吧 因为这个其实都没什么大问题 默认就好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弄好了 我们现在呢要给它加上一个光盘啊 就我们这边先取消一下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这边直接点个设置啊设置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光盘给放进来嘛 所以说这边就找一下啊 找下这个碟片 这边这边有一个分配光区啊 分配光区 我们呢就选择一个虚拟光盘啊 虚拟光盘就是你这个下载的这个 ISO文件啊 我们就把它找过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把那个 找到它这个地址啊 给它放进来 放进来以后呢 再按一下确定啊 确定以后呢 就直接启动就OK了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它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切换键 比如说你这个鼠标啊 你点到这个窗口里面呢 它就是在这个窗口里面去操作了嘛 然后你要切换出来呢 就用你右边的这个Country键啊 右边的Country键的键盘上面的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现在就要启动了 这个都是无所谓的 就不用管它了 直接有标显示 现在它在跑 巴拉巴拉一大堆这些东西啊 现在它就是在像你真实系统去装光盘一样啊 它就在这里读取这些光盘的内容 现在它还在加载啊 可能有一点慢 好 它这边就开始啊 这个读取硬件成功了 然后下面就巴拉巴拉一大堆那个logo信息啊 然后的话就继续等待就OK 这边等待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界面了 它就是要你开始安装了 像这个Ubuntu呢 它为了搞得比较人性化嘛 它就是你这个一进去的话 先给你看一下它的桌面啊 看它桌面有多美 然后的话在里面再去那个 就让你安装什么的 像像这个东西的话 像普通的像得扁嘛 像这个Ubuntu 它是基于这个得扁啊 这个得扁呢 就是用熟的叫它叫大便啊 是一个爱成 这个得扁是这样写的 给大家看一看 得扁啊 这个Ubuntu都是基于这个得扁的啊 大便啊 不过这个东西我也用了比较久 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选择一个语言啊 这边找一找 找一个中文 直接用简体 他还问你试用不试用 咱们就别试用了 太慢了啊 咱们直接安装 像得扁系统啊 像得扁系统的话 我觉得就说 如果你们做服务器啊 在服务器上面的话 就甭搞Ubuntu了 就搞这个得扁啊 就轻松省事而且的话我觉得比较干净哈 这个Ubuntu一大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他就是问你了 咱们这个都不用管它了 咱们也也不搞Flash 直接下一步啊 点继续 啊咱们就直接那个 这就不用管它了啊 你再看看 直接继续 嗯 ok 然后呢 啊 他现在这边就是在安装了 这边下面就一个安装的一个啊 一个指示 你点一下这个啊 然后点下这个图标的话呢 下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 他的一些提示啊 就也不要惊慌 他这个下面的话基本上就是 一些信息啊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啊 他的一个加载方式 他这个英文还是挺简单的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像早先的话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他的文件系统 像乌班图的文件系统呢 早 早先是这个啊 X3 然后呢 后来现在身心换代了啊 14了 像我们的Windows的操作系统呢 是NTFS啊 然后的话 这些操作系统的话 他们因为不同的应用 就属于选用了不同的这个文件格式 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有空可以去了解一下 他问我的时区 这边是让你查时区啊 他说我现在是 这个无所谓了 哎呀 直接点一个继续吧 像是其他的系统啊 就说比如说像是德贬拿这些系统 其实他们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 莫名其妙的东西啊 你像这些UI什么的 像他像乌班图 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流行 也主要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图形化的界面 做的比较好啊 比较华丽 但是其实说 像我早先用这个虚拟机去做些事情的话 那基本上都很少用乌班图 因为我就不太喜欢分配太多的内存啊 就直接用个命令行就好了 现在也是 这边是卡到爆 好 他现在这个系统就给弄好了啊 那现在他就是要那个 刚刚复制完这个文件 像是Linux啊 它Linux呢 它是一个核心 大家不要想这是一个操作系统啊 像大家在那个网上面常常会想看到这个 Linux Unix 它们之间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哈 它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Unix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啊 完整的操作系统 那这个Linux呢 它只是一个核心啊 这个Linux 它是一个个人做的 这个Linux 所有的东西 它这个版权什么的 其实都属于他个人啊 只不过他们是用了一个 发行方式嘛 然后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免费使用 然后呢 这个Unix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说 包括你这个系统的这些 软件什么 它都是属于一个系统啊 但Linux呢 它有很多的发行商嘛 像我们都知道了一些小红帽 是不是 还有那个Ubuntu啊 Ubuntu 这边啊 这些 它这些呢 它都属于一个 就是把这个核心拿过来啊 就拿过来以后呢 自己再根据不同的风格 然后封装一下啊 然后就是做一做 哎 这边它叫你选择键盘布局 这个东西就不用管啊 反正它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 咱们就是 不用管它 那么直接点继续就可以了 那现在要给你安装系统 它是先复制文件啊 复制文件以后的话 就安装系统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讲啊 它这个Linux呢 就是说你看就是有 有一些玩家做的啊 然后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精简啊 然后呢就有些就是为这个服务商啊 比如说像你这个服务器上面要稳定 然后的话要有一些服务套件什么的 那小红帽就出来了嘛 小红帽的话就出那个企业级的开发啊 然后企业级的一些应用 然后的话自己就收费什么的 他们卖服务嘛 然后的话像乌班图的话 它就是面向个人的一个一个操作系统啊 它当然也有它有服务器版 然后呢这个乌班图它是被投资的 然后特别有钱 所以说它每年都是不停的做做新版本啊 就是一年两期 这也没办法就是有投资嘛 投资的话呢 大家就是这样的话就有个稳定的开发啊 这个东西我们就随便一下 然后现在是让你填一下你的账号的信息啊 然后的话填完这用户名的话 它自动给你填好 再把密码输入一下 这个密码的话一定要记住啊 就是你自己的密码 这个东西 然后登录时需要密码啊 这也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 这个和windows比较像了 他现在就给你装好了啊 他说欢迎你啊 欢迎你使用 他现在还是一些一些介绍性的图 咱们可以来看一看 像乌班图呢 他有好几个发行版本啊 发行版本 他有几个发行版本呢 我一般用了像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乌班图啊 还有一个X的 X乌班图啊 还有一个是X乌班图啊 K乌班图 他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大的乌班图呢 就就是那个被投资的那个团队啊 然后自己做的 他们呢是基于这个GNORM啊 他这个GNORM的一个窗口管理器 然后呢这个X乌班图呢 他是基于这个X phase啊 然后的话K乌班图呢是KAC 呃好像是这个吧 KCE还是什么 我也忘记了啊 反正说 就是说他们是根据这个不同的一个窗口管理器啊 然后的话 这这些东西他有不同的套件 简单的解释一下 就是说像乌班图的话呢 这个GNORM呢 他是在这个性能啊 在性能和这个外观呢 应用性上面 他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所以这个乌班图一直就用这个东西 然后X乌班图呢 他就比较精简 他多余的东西不太多啊 然后的话X乌班图就是相当强大啊 相当强大 然后的话 里面有一些发烧级的那些硬 那些软件什么的 大家有有空可以弄一弄 不过按照我的话来说的话 就说 就说这个Linux啊 就是尽量的也不要是天天折腾 很浪费时间 它这个核心嘛 然后不同的版本也有不同的规矩 这样玩来玩去 其实就浪费了挺多的时间了 只要熟一套系统一通通百通啊 就是说基本上 嗯 你搞一个乌班图啊 或者说搞个大便是吧 然后的话你就 不要再搞这个乌班 就不用再搞这个Linux了 就是说 再看一看 往其他的方向看一看 比如说你可以接触一下UNIX系统啊 UNIX系统 然后的话 去使用一下它 然后具体的去操作它 比如说买一个云主机啊 买一个云主机 买一个云主机 然后用一下那个系统 在自己配置下服务啊 这样会比较舒服一些 这样的话 也不会太浪费时间 因为我知道挺多的人 就是说天天就是研究系统嘛 就是说 其实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你研究来研究去的 其实也只是就是自己乐在其中啊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在应用性上面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显著的 提高 光知道哪个系统 比另外一个系统 有哪些地方好或者坏了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我还是倾向于就是说 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你尽量的 你可以找到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是啊 是需要你自己去做 去把一个系统给 扎的实实的给弄好 懂 懂了以后呢 就一通通百通啊 然后他这边还在安装和复制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X乌版图啊 看看啊 K乌版图 他呢这个是个非常强大的 我叫基于KD1啊 KD1 因为我基本上不喜欢用这种特别大的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特别耗内存 然后的话 他里面你看啊 这些什么雪浆和应用之类的 就是啊 非常快嘛 然后就是就非常强大啊 就但是他这个特别吃吃机器 我就喜欢一些精简的 小儿精的东西 这边看一看他还在复制啊 像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这样啊 比如说你看他这里面这个乌版图 他不是有个压缩包吗 那咱们解压一下 看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啊 嗯 像 原版的乌班图 前面没有前缀的乌班图 它是可以直接它有个无比的程序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然我这个无比只是用 它有个无比安装 这个东西我只是直接把它发音给弄出来了 然后的话它这个安装可以直接 给你装一个原生的操作系统 就不是在虚拟机下面了 而且是在这个windows下面呢 然后它会给你 存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的就是你的操作系统 然后呢 当你每次启动电脑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了 就是像你选择 平常选择 多系统一样 这个东西的话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装下 而且的话就不用那么复杂了啊 不用那么复杂 你们可以下个乌班图的那个版本 然后自己装一个 然后所有的操作 比如说上网啊 然后听音乐什么的 都在那里面配置一下 可能会比虚拟机上面学习的更快啊 毕竟你在一个原生的操作系统下面去做事情 就像学英文一样嘛 好 他下面还在还在安装啊 像是我为什么想给大家推荐这个weboss呢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一个占用 然后它是比较精简的 像是我们 平常虚拟环境的话有这两个嘛 群里面大部分同学应该都知道啊 然后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waturebox啊 我自己喜欢简称叫weboss啊 然后的话这个weboss比较精简 而且的话基本上我用的时候基本上也没出什么大的问题 据说 我就在这里用这个方式比较好一点啊 自己觉得 啊 它这边就讲到这个 它使用这个作为默论的计时通讯工具啊 但是呢 那个qq啊的qq 它那个通讯协议的话就 不太好搞了 它老是更更新 所以说 大家如果在乌班图下面装qq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 用那个webqq吧啊 这个就不要想的就是搞作变了 因为我用过那个 腾讯的乌班图的桌面板特别坑爹啊 所以说就直接用这个web.q.com 这个还比较好一点 至少不会突然有些信息会丢失 这个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音乐软件还挺好用的 不过 它是比较稀释的 就大家在 在那个听音乐的话 还是装上那个flash啊 就装flash直接去那个网站上面听还比较好一点 看一看还有什么 这个很难用的 这个abiword 这个abiword太坑爹了 大家就直接不要用 你还不如再去装一个那个openoffice 这个这个东西太难用了 对 而且不兼容 大部分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不兼容问题 然后 到这边又在给我下载 这个你看他他也不提醒我啊 我skip一下 默认的就给你更新了 像乌班图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太太落智了啊 就是说他 不过他就是有一个比较好 就给你比较省事 啊 就是比较省事 就但是他 方方面面的事情给你做的太多了 我就是不太喜欢这种这种方式 这个软件中心还挺好的 如果你要搜什么的话 就是直接在里面搜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网上 有一个这样的网站啊 叫做那个也是我们中国的官方网站 是这个吗 他现在快要装好了 我们建议使用这个虚拟机呢 其实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用虚拟机来做这个事情啊 只不过我是希望就说大家能有这个虚拟机做个中间的过渡 还是说 如果说我们上了一个十来二十节课 大家就已经 可以直接在这个乌班图上面啊 或者说自己已经装好了一个系统了 然后直接可以用了 那样是最好的啊 那样是最好的 毕竟在虚拟机下面的话 大家还 就是说 人还是会有个懒惰的心理嘛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在这里面不知道什么办法了 那就就回到windows了 其实这样对学习是个很大的弊端啊 然后他现在给我们配置硬件 再编译一些事情 然后呢 像这个网站啊 这个乌班图.org.cn啊 然后的话可以去他的论坛看一看 他的论坛是挺不错的 啊 他这里面有一些常用的软件什么的 反正 这个python吧 他一般都是在linux下面 就是你运行的会比较爽 然后在windows下面的话 还是比较比较累赘吧 就写写起来比较不太舒服 包括windows的命令行 我觉得还是没有linux下面的舒服啊 然后他现在还在配置 安装 像这些初学者营地啊 然后啊 这个原地 还有软件推荐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的 然后他上面他有一些 你看啊 精华的质体 你看 常用软件推荐 看看一下 花个20来分钟看一下 就基本上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然后的话 装一装 玩一玩 这边啊 他有个wiki 像乌班图他内置就有这个中文的输入法啊 据说就不用太管了 然后的话 看一看 在乌班图在另一个下面呢 其实那个chrome啊 还是挺好用的 就Google的这个 还是速度还得挺快的 我在那个乌班图下面也是用chrome Firefox呢 主要是结合那个firebug 来调试一些work方面的东西 现在我也在等这个wps for linux啊 他 他这个版本的话 如果出来的话 应该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这个 像 我写office啊 写word文档 基本上也是用他的windows下面的wps 一个是比较小嘛 然后第二个 兼容心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 很好用 如果wps呢 如果他没出来之前 我一般都是用openoffice 或者就只有google的一些在线文档编辑 因为另一个下面的那个在线文档编辑实在是太差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用的 可以放在 可以兼容性特别好的 对 然后他里面有所有的你相关的东西 还是不错的 编辑器的话 我看到群里面有很多同学都用wim嘛 然后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了 我就不多推荐了啊 unipend的话是 你有你有桌面的话 用unipend 可能管理多个软件啊 管理多个程序会方便一点吧 舒服一些 如果说有些朋友呢 就说不太想学wim啊 你就也可以考虑用这个 啊 然后呢 他他这个 软件的话呢 他 配置起来啊 啊 也可以完全去写python 而且打开特别快 性能也很好 这个我在用unipend之前的话 如果写 就是用这个机体的还是挺好的 看 装好了没有 他还在装 他现在正在恢复刚刚安装的软件包 在这个ubuntu下面 很多人啊 说在另一个下面呢 其实没说没有什么游戏嘛 然后在另一个下面的话呢 你可以装一些模拟器啊 可以玩那个gba的游戏 然后的话 模拟器还是挺不错的 挺好用的 比如说像这些编辑器还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说 就是特别是刚刚学的朋友啊 就是 说就反正你挑一个自己最顺 写的最顺的啊 配置最舒服的 就可以了 就是也不用多折腾 反正就是说你自己你最习惯哪一个 你用手的哪一个 其实效果都一样 啊 视频播放的话 ubuntu下面已经现在已经有很强了 呃 基本上播放一些普通的都没什么问题 大家现在也是用flash嘛 所以说没问题 好 现在终于安装好了 啊 等安装是挺慢的 啊 这个太坑爹了 我就直接重启了啊 不管他了 我现在我先给他 关机 又不管他了 然后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存给射大点吧啊 给他射个 七八一啊 看一看 这个光盘要拿出来啊 这个光这个光光区还是要拿出来 先把它给他关了 我们还是先要把这个光区拿出来 啊 给他弹弹弹出来 移除 移除虚拟盘就ok啊 然后再确定 我们再给他打开 然后再给他打开 反正Win7老提示我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也有吧 我也从来没有管过 然后反正也是照常用吧 这个就是乌班图的一个啊 X乌班图的一个进入桌面了 现在已经进来了 装好了 啊 然后现在呢 他已经给你自动的选中了你的这个 账号啊 如果你要改账号呢 就点个other啊 点other 然后他就让你那个 输入账号 然后呢 再让你输入密码 然后你就进来了 然后就等他加载他的这个桌面啊 他桌面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窗口管理器 他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说他就绘制了 你的这些现在看到这些所有的东西啊 这些界面的图标啊 本来的话就是一个全黑的嘛 就跟那个电脑上 电影里面那个 啊 那些黑客一样的 从来都看不到除了黑白以外的其他东西啊 黑白绿 然后呢 现在 我们已经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给他在 还要装一个东西啊 这边有安装 安装增强功能啊 增强功能 我们来看一看 然后呢 他自动加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给他 把他这个 程序呢给装一下 安装这个增强功能啊 然后咱们进了已经进了这个文件夹了 这文件夹呢 现在咱们这样启动是肯定不行了啊 那我们得换种方式 就直接进入这个 命令行 来操作一条命令啊 这也是我们操作的乌班图的第一条命令啊 我们要找到那个命令行呢 从这个附件里面找啊 附件里面有一个 终端模拟器 大家可以看到吧 终端模拟器 也就是这个命令行了啊 那我们呢 先要进入这个文件夹嘛 这文件夹是 你看 这有个median啊 进入median的文件夹 在乌班图下面呢 是用cd进入这个文件夹啊 然后我们 一个反斜杠啊 一个斜杠 median 就进来了 我们看一看 ls呢 就是显示出当前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啊 他还有其他的命令 比如说 lsl啊 可以形成出一些详细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里面就是你的一个读写的一个权限啊 然后呢 哎 这是你的 所有者 还有这个群组啊 然后呢 你的用户组 然后的话 什么时候修改日期啊 这些都在这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进去啊 cd 空格 然后呢 在另一个式里面啊 在这个乌班图的这个终端命令行里面的 他有个自动完成 还挺好用的 比如说你们要就这个vbox啊 这个 这个这么长 打起来也累嘛 是不是 那我们呢 只要把第一个字母啊 输进去啊 然后呢 这大写 大小小敏感很重要啊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tab键啊 键盘上的tab键 他呢 就会自动给你拿进来啊 然后我们再进来 ls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运行啊 这个 这条命令啊 太长了 我就不念了 然后 必须要用这个 管理员 来来运行啊 管理员 管理员呢 就是速度啊 前面加个速度 这个呢 其实他的权子叫做superdo啊 superdo就是超级管理员啊 超级管理员来做这件事情 superuserdo啊 超级用户来做这个事情 就速度 然后呢 我们在那个 给他 啊 这条命令找到啊 你看 因为有很多的vb嘛 是不是 有很多的vb打头了 所以说你按tab键 又说就按的不就按不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再多打几个啊 看一看 啊 前面得加个sh 好 现在 他现在要提示你输这个招呼名密码了啊 现在输入密码 823 啊 输进来 嗯 我输错了 好 他现在就给你安装了 他这个密码呢 他是显示不出来的啊 你直接输 输完了以后呢 他你就是那个 按下确定键就没问题了 然后他就给你装 所以说 不要以为说你这个输密码啊 输了以后看不到 觉得自己没有输 不是这样的 你就镇定的把这个 密码给那个 输进去 按下确定键就可以了 他现在呢 就要building了啊 你看他这个命令行提示 提示完以后呢 就把这个 给装进去了 好 他还在 他又在building啊 这个building的时间 还挺长的 那么就就等一下 这个增强包呢 主要是说 比如说一些全屏呢 然后 一些 更好的体验啊 所以说 你们进来以后装增强包很重要啊 他一直在给你装这个东西 咱们就不用管他就可以了 好吗 这样啊 但是我可以来装这个东西 这样一会儿 就想再来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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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还挺慢的啊 他要装挺久的 应该是编译啊 据说就比较慢 这个大家要有点耐心 不要以为是死机了啊 你看他还给你把一些啊 这个open jail 这些装好了 装好了以后了 你看他说 哎 你要把这个孵给关一下 他说你看you may need to restart 那我们就给他充起一下啊 充起一下 我们呢先给他关机啊 先关机就我们把那个 先关一下 好 他关了 关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光盘啊 取出来 把这个在存储里面啊 把这个光盘点下他 然后呢 我们移除虚拟盘啊 确定 然后呢 再重新启动 他现在就在这个加载了 他已经装好了 这个增强包了啊 以后要装什么光区呢 就啊 要装什么光盘 就直接往里面倒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直接输入密码啊 哎 那看看我们切换到一个无缝模式 他这个是无缝模式就看起来你和这个你的unix啊 你这个Ubuntu和你这个windows是放在一起了 不过我觉得这样很丑 那我就给它画回来啊 看这样的话就看起来好像是还不错了啊 那我们现在啊 要输入一个helloword了 来我们输入一个第一个python的helloword啊 我们呢 先进入tmp啊 tmp就是这个Linux的一个临时文件夹啊 临时文件夹 然后呢 他存储的是一些临时文件 我们就直接写一个helloword了 从这里面开始吧 我们启用一个Ubuntu下面的这个一个默认的脚本编辑器啊 将编辑器 然后呢 随便写一个文件test.py hello.py 就是现在你已经生成这个文件了 那我们呢 写个helloword printprint是输出在python里面啊 输出helloword 没有后面后面不跟分号啊 不跟任何符号 然后呢这个字符串呢 是用两个 双引号 扩起来的 中间留个空格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输出的语法啊 然后的话 我们用counter加x counter加x counter加x 然后呢 他就会问你要不要保保存 你就用个y 是 点下那个键盘的y 然后他说是不是要保存成这个文件名呢 你这个就不用修改了 就直接确定啊 确定 好 我们ls一下 这是我刚用过的命令啊 可以看得到有个hello.py 然后我们呢 运行一下他 OK helloword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装的这个版本啊 Python的版本 Python的版本是这样看的啊 这个 这个 大写的v啊 Python空格 中杠大写的v Python 我们使用的是2.7.3的版本啊 然后呢 如果我们是用小写的v呢 就是我们我刚刚那个样子了 就是直接进入这个 命令行了 Python的命令行了 他给你显示 出啊 加载了什么 然后呢 进来了啊 比如说我们直接print hello world 这边 这就是个python的命令行 可以直接操作你的python的一些语句 OK Condue加d退出 好 谢谢这档课就 结束了